天下相省出锅门 这句话虽然有一些夸大 但也是有迹可循 后生无畏未来可期 用来形容德云社这帮年轻小将并不为过 而在一众小将之中 张九南又是格外的亮眼 德云斗笑社第一季完结采访 张赫伦面对下一季 最想见到谁的提问中 没有任何优异的回答张九南 同为六队的张九南 有何让队长举贤不必亲的能力 下一季我要推荐的话 我推荐张九南 首先值得肯定的就是 张九南在舞台上的基础实力 纵观德云社小将中 张九南有着自己不可取代的地位 或许没有张九龄足够沉稳 或许没有上九西那般灵动 但是张九南骨子里面 有着一种北京爷们自带的果敢 他敢在舞台上尝试所有师兄弟都不敢的东西 敢用新段子直接在舞台上表演 哪怕是垮掉 也能临危不乱 整理好思路 编排着线观 将自己的表演变得充实有趣 爷们的由来 喜欢张九南的人大抵会发现 有两次总是出现在张九南的身上 刚雨怂 他可以是舞台上宛如疯狗般表演的演员 于万千人中 丝毫看不到他的切肉的情绪 挥翅方球尖总给人一种临驾舞台之上的感觉 可是在几秒钟之后 你又能够看到张九南宛如小丑般认怂在舞台之上 说着最卑微的话 做着最凶狠的表情 刚雨怂自由的切换 总能给大家带去无尽的欢乐与逗趣 但是对于爷们的称呼 或许还要追溯到一场小剧场的演出 那一次是张九南与高九成攒底 舞台上面也是玩得很进行 观众情绪上头之后 很容易篡盖流程 大家起哄开始呼喊之前表演过的演员反场 但是小剧场的演出基本都是很随性 演员演出之后就已经下班离开了 面对观众的呼喊 张九南频频解释 但是功效甚微 没办法 他裸起袖子拿起快板大喊一声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 于是具有了他的名场面 十八成 从台上唱到台下 从前排到后排 用自己的能力征服所有人 也就是那个时候 张九南爷们的称呼 也开始在小剧场活跃了起来 有脾气 有底气 能挣得住场面 想要辅助观众 这样的张九南值得被欣赏 成败皆为 对观众 张九南2012年进入九字科 2013年正式拜师郭德纲 成为头九中的一员 都知道一句话 头九出征 寸草不生 一来说的就是头九的活泼脾气 更多的是对于头九能力的肯定 但是张九南显然在头九中 是初位最晚的一位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 因为张九南脾气火爆 喜欢在舞台上与观众互动 结果一次 因为尺度上没有把握好 互动的玩笑 过了火 直接被观众投诉 张九南也是被惊艳了很长一段时间 重新回到舞台之上的张九南 开始收敛自己的脾气 改变自己的演出风格 偶尔遇见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背过身去 冲着背景墙吼上几嗓子 荒诞的表演也是成为他的表演形式之一 2017年之后 德云社被流量注入 很多新生粉丝走进德云社的舞台 面对舞台上张九南的钢 观众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演员过程 这一期中 明场面应该就是跑活定场诗了 因为张九南随口说的一句 随便你们跑活我的定场诗 我总有你们不知道的曲目 结果张九南是没想到 德云女孩不服输的镜头 一场节目挑翻了他八次定场诗 最终无奈用一首忠了 结束了自己的定场诗生涯 最后一首 这首定场诗的名字叫忠了 忠 忠了 忠是庄周梦了别 你是恩赐也是杰 忠是礼白醉了酒 你是孤独也是仇 忠是荆轲测了亲 一代君王你是民 忠是大吉霍了国 你江山寺侧妥 忠是玉环清了取 无人在乎劈啪力 忠是汗戏放下枪 你是宿命也是杀 忠是悟空成妖狐 一肚肚便是魔 忠是霸王边的机器 要江山苦了你 忠是后翼转了剑 此称注定南相见 忠是平树一劫齿 同此告别 定场诗 其实张九南不说定场诗 跟观众跑火的关系不大 只是因为他不想观众 将他定义到 只会说定场诗的位子之中 他会的东西很多 定场诗 只是一次堵住而已 随着人气的增长 一些负面的谣言 也是接种而来 关于立单身人生的说法 关于地狱歧视的谣言 相继流传 虽然都是子虚无有的事件 但是他们也是切夫地 体会到了关于舆论风暴的压力 其实这样的事情 经历一下也是好事情 毕竟他们还年轻 成绝儿的道路 向来不是一帆风顺 都要经历 拜练成刚的曲折 只有足够坚强 才能扶摇至少九万里 Однако 点开 兜儿啊 师傅 过了 以虚愿的 不情 我